咱们今天要说一个回魂的故事 我们村子里存在着一座不小的祠堂 这座祠堂里供奉着一位老人 今天的主人公就是这位老人 这事啊是发生在民国时期 民国袁世凯去世后 军阀混战世道打乱 正所谓乱世必有意 我所在的村子就发生了一件灵异事件 村子里九十九岁德高望重的李老爷子 终于还是没熬过那年的冬天 去世哪天正赶上天降大雪 仿佛老天爷要让这大帝为李老爷子扶桑 李老爷子在村中的威望无人能及 他的逝去对村子算是一个打击 无论谁家有个婚丧嫁娶 都会邀请李老爷子做主事人 俨然就是村里的大家长 就连村长指书对李老爷子也是恭恭敬敬的 李老爷子一辈子都为乡亲们活着 村子里的路是老人用半辈子积散的棺材本修缮的 河边的桥是老人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堆起来的 自己种的菜自己留下少许 其余的全部分给乡亲们 就这样行善积德一辈子 李老爷子去世是村子里的大事 村长及村里几位老人决定要大办白事 一切费用由村民继子 让老爷子走得风风光光的 并且排位可以进入祠堂内 享受村民香火祭祀 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最大的荣耀了 带一切用品准备妥大 全村辅桑 每个人都在李老爷子的灵酒前磕了几个头 等全村人都礼拜之后 已经是傍晚了 大家吃过酒席之后 也就各自回家了 只留下几个亲属在灵棚里守灵 深夜之中 李老大一边给自己的父亲烧着纸钱 一边念叨着 爹呀 老了那边 别舍不得花钱了 你看 全村的老少爷们都给你送钱了 想吃啥买啥 想穿啥就穿啥 念叨几句后 自己已经是老了纵横 仿佛想起了老父亲年轻时过的苦日子 几个孙子辈的 也在一旁低声地抽气着 不断地往火盆里扔着纸钱 又过了一个时辰 李老大的卷一上来了 毕竟自己也是近七十的人了 精力不如从前 实在是熬不住了 吩咐了几具小辈的孩子 让他们继续烧纸 自己就回屋子缓食去了 几个小辈的孩子也不说话 每个人都是一脸悲容 突然 前院大洋树上 传了一声乌鸦的叫声 几个孩子对着前院的大洋树看了看 又对视一眼 谁也没说什么 唉 一声沉重的叹气声 从棺材里传出来 顿时 灵棚里的空气就寒冷了许多 几个小孩都瞪大了眼睛 朝着棺材看去 有个胆小的孩子 已经是打起了哆嗦 唉 又是一声叹气声传了出来 这次这几个孩子 直接吓得撒哑子跑了 一边跑 一边喊着 炸湿了 炸湿了 李老大猛的被叫声惊醒 一听是炸湿了 赶猛起身朝外走去 到了院子中 只见几个孩子 躲得离棺材远远的 一脸惊恐的看着棺材 李老大走进棺材 仔细的看看 发现没什么异常啊 吵着那几个孩子说道 吓咋唬什么呢 没事也得让你们给吓出事来 说完 自己捡起地上的纸钱 又烧了起来 刚烧了两张 就听见一声叹息 从棺材中传出来 这一下把李老大也吓住了 心里暗等 自己的老爹 真的炸湿了不成 自己也活了近七十年了 村里的丧事也经历了不少 还从来没碰上过这事 这要传出去 让村里人认为 自己老爹死了作妖 这可不好听啊 来不及得我想 把手里的纸钱一扔 跪在棺材前面 光光地磕着向头 一边磕一边说道 爹呀 我知道您不容易 年轻的之后没少受罪 这老了该享福了 倒是寿命倒了 您看 这孙男弟女的都在这儿呢 您可别给他们吓坏了 说完就继续地磕着头 也不知道 是不是李老大 这几句话好使了 还是刚才大家都唤听了 总之那个叹息的声音 没有再出现过了 李老大也不敢再回屋休息了 就这么在林棚旁边找了把椅子 身子一歪 靠在椅子背上打着盹 迷你呼呼的就睡着了 再一睁开眼 就看见自己的老爹 站在自己面前 对着自己说道 老大呀 我这一辈子没少为人缘 今天我走 乡亲们都来送我 我很感激 你替我跟乡亲们 说声谢谢 这大恩无以为报了 将来乡亲们 谁家要是有个姿 有个嫩的 你一定得帮忙 说完转身就要走 李老大赶忙想要拉住老爹 问问他去哪 伸手就要抓住自己老爹的衣服 这么一抓 自己就醒了 原来是个梦啊 是自己老爹给自己拖的梦 让自己替他谢恩的梦 等到出殡那天 十个村里最精壮的汉子 抬着棺材往老祖坟走去 乡亲们一路的陪走 指人指马轿子等等 指呼的生活用具一应俱全 那个场面至今咱没有见过 可是走到祖坟入口的时候 怪异的事出现了 抬棺材的十个汉子突然觉得棺材发沉 而且越来越沉 根本就没办法挪动一步了 前面抬棺材的一停 后面送行的队伍自然就停了下来 等了解情况后 几个亲属只得跪在棺材前 一通的乱哭 纷纷表示家里已经安顿好了 让李老爷子不用操心了 入土为安吧 可是不管这几个亲属怎么苦 怎么磕头就是没用 那十个汉子怎么也抬不动这棺材 眼看就要错过最佳的入葬时间 村长也是急眼了 一把拉住李老大问道 你爹临终前有没有跟你说啥 跟你交代啥了 经过这么一桌 李老大想起了昨晚的梦境 顿时扑通的一声跪在地上 哭喊道 爹呀 您放心 您昨晚给我托的梦 我记着了 以后村里要谁家有困难 我绝对会帮忙 不知我帮忙 我理解以后的子子孙孙 都要遵守这条规矩 您老就放心的走吧 话音刚落 十个汉子顿时觉得身子一清 轻松的抬起棺材进入祖坟 终于赶在急使 把李老爷子入葬了 刚刚把坟头立好 一场大雪不弃而至 老人们纷纷都说 这李老爷子功德大 连老天爷都为他哭泣了 不过从此以后 只要村子里 谁家有个困难 李家的子孙 真的都是去帮忙的 真的都是去帮忙的